今天台湾新冠肺炎本土白雷新增加一零 基督中华館有完事没人较紧 今天早起 头一杯BNT 也就是辉瑞药苗也已经到台湾了 或是位置在271人 那近五日核酸檢驗陽性率是零 只要加零到五天之内大概都是零 核酸檢驗陽性率是在0.21 那隨著時間我們不斷的在做監測 他的這個陽性率就會越來越低 那完成篩檢數你看百千年 已經128447人做過PCR 那居家抗原快篩也不斷的在成長 那是2184 這就讓我們更放心 不斷的在做社區相關的一個監控 居家隔離人數有下降到14人 累計居家隔離人數在3165人 平均確診者的居家隔離人數 維持在12人 同樣沒有確診也沒有足跡 第七期的AZ疫苗就要開始了 第七期又是主AZ 我們中共中央的簡訊 第一期發出我們46668人 後來又增開了23歲到28歲 有21823人 那目前為止完成預約的有37400人 第一期已經到手了 8月31日就已經入庫了 廣東有199400人 所以我們在9月3日4日就會針對這19400劑先行開檔 第二批因為大家還沒有預約完整 所以還不會過來 我們預計下一波會在9月8日到9月11日 再來跟大家施打 後來報告一個增加AZ疫苗的預約 你在7月19號以前就有勾AZ 但是你還不會主張的23歲到28歲的民眾 你都可以在明天10點到後天9月4號的6點 再來做預約 那我這個延長時間開打的話 會是在9月9號到9月12號 再說一遍 你在7月19號之前就有登記AZ 不然接種是在23到28歲的民眾 還是你之前就有定期的 沒關係你就給預約看看 明天9月3號10點到9月4號6點 又開放預約了 有一秒快點打 來第七期的AZ疫苗 我們從9月3號開始來打 那延長會開9月3號9月4號9月8、9、10、11 那平常我們有213診 假日也有開到302診 所以你打疫苗可以平常可以晚上也可以假日 通通都可以開這麼多診 就是要讓大家方便區分時段 不要大家開一開這會造成群聚 延長開到211的接種站 1,462診 讓大家可以就進來施打 來又跟大家報告 今天早上大家很高興接到BNT BNT目情中央的幾位 目情中央的幾位 開放12歲到17歲的學生孩子來造冊 來接種 所以你的孩子12歲到17歲 你不用來定期 因為他是開放18歲以上的人 才可以來做定期 這個部分管政府的造冊 直接進去學校 就像在打流感疫苗一樣 18歲到22歲 這就比較重要 你可以到預約平台上面去登記 18歲到22歲的 你就要到預約平台上去登記 所以我們要去登記 我們要去登記 我們要去登記 我們要去登記